由星期一開始 海外和台灣 經濟長抵抗人士 入境檢疫安排放寬 政府專家顧問恐犯禮預料 隨著跨國人流增加 擔心流感病毒會由外地帶入 估計今年冬季流感爆發風險大增 建議家長 盡早帶兒童接種流感疫苗 因為本身整體社區的抗體都是偏低 因為過往兩年都沒試過爆發 它是未曾見過病毒 未見過流感病毒 你一接觸了 其實情況就可以有 比較嚴重的重症或佔發症 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 今年3月 訪問大約150名教職員 發現超過三成的學校 未曾安排校內打流感疫苗 有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 當局可以引入噴鼻式疫苗 提升疫苗接種意願 協會認為 噴鼻式疫苗可以避免有同感到痛楚 建議政府擴展至初小學